今天是4月6號 我現在在廣州白雲機場 這是3號停車場 對面是博爾曼酒店 它這裡面車位兩層應該是三層 好像還有個負一層 我把車停在外面 因為這樣比較好找 裡面車位應該是有的 但是應該會繞一下吧 因為剛好接到人從這出來 就可以停車了 剛剛我們停到這裡 走進來 航站樓是有此事的吧 喂 不是說我找不到 直接說不應該 我說從兩層 哦 說應該是出口 這3號停車場 可以直接通T1 因為廣州有兩個航站樓 但是T3應該正在建 所以還沒有啟動 這也不知道是哪裡 這有一個直通航站樓 可以通過去 嗯 這台四桌大巴呢 28 只有29號開 這是一樓的餐廳 沒什麼人 領了廣州藝術博物院 那些人特別的少 上面是那個出發大廳 由我來接機應該是要去樓下吧 等一下 這邊基本上沒什麼人 這二樓出發大廳 沒什麼人 現在是4點半 現在是4點半 這一樓的餐廳 這一車人多一些 這裡是T1的B區的到達 剛走了一批人 機場太大了 這A區B區到達 兩邊走得很遠 這是時空隧道 我今天出來在停車場 因為飛機晚點 這幾天 都是有大雨的 天氣一暴 也暴 廣州 好像這個雨也不小 但是外邊現在沒下雨 起飛那邊 就是出發端 那邊的機場好像是有延誤 所以等了一下 廣州機場呢 有T1、T2、T3正在建設當中 但是呢 它的停車場有 好像有七、八個吧 我感覺應該都是露天的 像這邊的話呢 有一部分露天 有一部分是室內 好像是分三層 剛才直接走了一下 這個3號、P3 它是直通T1航站樓的 當然有沒有其他的 能直通T1 就不太清楚了 好像是過T2的 停車場的會比較多 機場這邊呢 它不像深圳機場 就是直上直下 比較容易走 廣州的呢 比較繞 因為它是直接通到地鐵站 另外一個可能是 面積比較大的原因吧 像剛才這樣 就是我從這個停車場出來 然後走到這個一樓大廳 然後一樓大廳呢 往樓上就是出發的 出發大廳 剛才有拍到 樓下呢 就是 去這個到達 但是樓下呢 也不是直接通的 到了樓下之後 還要走路 剛才走的那個 時光長廊嘛 那個是B區的 它一到這裡呢 就分成B區跟A區 還要下到這個 副一樓 然後再分A區、B區 所以你要看清楚 這個航班的 出站口 在哪裡 要不然會走錯 而且兩個區 這個非常非常遠 我剛才走的是B區 B區的話 經過時光長廊之後 又要坐電梯走到樓上 然後才是到達 然後往回走呢 又是 就是要下樓 然後呢 經過這個長廊 然後再上樓 然後再走出來 走到這個停車場 還是有點麻煩 深圳機場就比較方便 就是 從出站直接一出來 然後坐樓梯 就下到這個停車場了 可能是比較小的原因嘛 或者是說興建的原因 總之呢 廣州這邊的機場 不如深圳的 這麼簡單嘛 現在天也差不多黑了 6點半了 還要再等一會 今天先拍到這裡了 請坐 3點半了 1點半了 真的 1點半了 8點半了 2點半了 2點半了 1點半了 2點半好了